加班班次呢,要暫停,不要加班 那為什麼會有這樣子舉作? 其實每一年很多台商,他們就是趁這個時候一年能夠返向一次 那麼,這樣子的意思是,為什麼不支持能夠多加班,讓台商都能夠回家呢? 我想主要是,民進黨政府選舉考量 這點確實是選舉考量 因為馬上臨近1月11號,台灣的大選 這個時候如果在大陸的這些台胞回去投票 可能多半投給藍營這本,可能會多一點 很少有這個綠營的人在大陸做生意 那也有,很少,很少,大陸的藍營的人 所以乾脆就非常被提提,已經加班了 現在這個自由鞋取消了,不是這個那個 自由鞋取消,自由鞋主要是大陸的人到台灣去利用 但是春節暴擊主要是為了台灣的鄉親們要回到台灣去過年 還有很多的人,他也要回去去參加台灣的選舉 我覺得這一點呢,完全是針對選舉而來 希望民進黨政府在這邊呢,不要這樣 贏得漂亮,也輸得光明磊落 而且你未見得輸啊 這兩句在哪句呢,而且是蔡英文略戰上風了 我覺得民進黨政府更應該有這種充滿,該回來回來 看清了,大陸出了這麼多二六條三一條 讓台灣的民眾在大陸能生活得更好 那台灣這邊應該加倍得好 讓在大陸工作學習的台灣同胞回到台灣以後 能夠感激到家鄉的溫暖 應該更熱烈,才對,我覺得這個事情 香港呢,我就說一句,或者說兩句 那麼剛才,文多華的張先生也在那說 香港這問題不難解決 你真是中國呀,大陸要想解決分分鐘的事 但是因為這個事情,儘量香港是一國兩制 你貿然出兵,或者貿然怎麼樣 大陸也不想這樣,只想依靠香港政府自己的力量 依靠香港警察,把這些事情平息下去 連到現在,你包括今天這個CBC 加拿大的這些網友看著香港 一剛開始都很支持啊 現在都是,你說什麼逃犯條例 其實在我看,逃犯條例就應該修改 本來是有利於兩岸三地這些 互相追捕逃犯的嘛 現在背後,因為香港很多人反對 先說暫緩,後來說 就不弄了 就受公正強 還不行,還得要用法律的字眼要撤銷 在立法會上正式宣布 法律程序都走完了 那你這個,你視為遊行的目的,你都打走了 你就告一段了,就像我們這本地 你講說罷工啊罷工你 你就說要漲15% 政府說漲9% 最後說漲12% OK了,大家都讓個步吧 現在沒完沒了得到 就只剩少數人 在那純書搗亂 不是什麽逃犯條例嘛 不是什麽這個那 我就是不滿意,就讓這個社會亂 現在學習香港啊 與西班牙加債羅尼亞 我那邊我還死亡多人 新方政府一下也壓了 都說還有這些跑圖啊 這些路由不對啊,怎麽怎麽呢 美國紐約也有這種 警察出去,政治人物 批評這些出來鬧事的人 那為什麽單單就對香港這些 出來鬧事的人 把地鐵給堵塞了 把玻璃給砸了 把人給燒了 還有燃燒彈 經常扔出來 那這些事情 那為什麽你要給它喝彩呢 對不對 溫哥華的張先生 為什麽你要支持這些暴力行為呢 你看不到嗎 對不對 你可以從無數的網絡上 你可以看到香港現在是什麽人在鬧事 這些人是為了什麽目的在鬧事 相信我看全世界現在CBC播了很多東西 是吧 加拿大人都看明白了 好 因為時間關係 今天非常謝謝三位嘉賓的到來 也謝謝觀眾朋友們收看 下禮拜同一時間 兩岸三地家伙請我們再會